回谷经典,追忆往昔,大家好,我是猫叔,说起小时候的童年的回忆,四驱车绝对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,本期要回谷的动漫不是后来播出时间很长的四驱兄弟,而是比他播出时间更早,同样十分经典的动漫,经典动漫回谷第五期,四驱小子。 猫叔买的第一辆四驱车便是天皇巨星,也是四驱小子中男主四驱狼的赛车,而当时男生几乎人手一辆动漫中的四驱车,可见该动漫的火爆成都,主角这边的四驱车团叫冲天军团,一号四驱狼,赛车天皇巨星,赛车在动画中仅次于超皇帝的存在,后期被损毁,二号段驱狼,赛车燃烧太阳, 赛车特点分量重,重星稳,牺牲了速度,单元是齿轮槽,简短更换齿轮时间,三号进去廊,赛车冲刺流星,该车注重最高速度,擅长指导,初开天皇巨星,猫叔最喜欢的一辆五小强的四驱车,四号半去廊,赛车大炮特使,该车注重加速,并装有电容回路,把电池电量储存起来瞬间放出,就能短时间放出大量能量, 是赛车获得惊人加速力,如同开号一般,五号黄轮次,赛车舞蹈天使,擅长波动起伏赛本,唯一部分的螺旋桨能因拟风而旋转,从而产生下压力,还有一个超酷反派鬼剑潮,使用的车辆是原始天皇巨星,当时第一次看到他酷炫的造型,就被深深迷住了,只可惜口袋里没钱,不同于后面的四驱兄弟, 这部动漫没有那么夸张,更加写实,选手也是通过驱棍来控制四驱车,中间还穿插了许多四驱车知识讲解,妥妥的四驱车动漫的鼻嘴,或许他没有四驱兄弟那么出名,但也正是因为他给四驱车的市场开好了后,才会有后面越来越多的经典出现,你儿时的第一辆四驱车是哪一辆呢?最后再重温一下动漫主题曲,咱们下期视频再见,白了个白。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